大家好,我是小偉老師 我的第三本新書呢 幻彩電眼究極百科上市了喔 這一本呢集結了彩妝 以及保養的全方位工具書呢 就是要讓初學者 輕鬆地學會 專業級的彩妝技巧喔 女生呢一定希望自己呢 像千面女郎一樣呢 多種的風情 今天小偉老師呢 利用古銅色的顏色呢 畫出魅惑的眼妝 讓平常像林家小女孩的小草莓呢 看起來更加的性感喔 我們可以先選擇一個眼線膏 那這膏狀呢可以當作打底 那在畫的時候呢 可以畫滿整個眼窩 這樣子飽和度呢會更高 所以從睫毛根部 開始慢慢往上暈染了之後呢 我們再來壓上眼影 這樣子呢它的飽和度看起來呢 會有層次以及立體感 再來呢我們可以選擇這種帶咖啡色的呢 在它的眼窩的位置呢 加強它的暈染 所以呢在眼窩眼球最外側的這個地方 讓它呢會有層次的效果 而且呢這裡呢會看起來會更有深邃感 所以我們要用這種圓的刷子輕輕的暈染 再來呢暈染到眼頭的位置呢 讓它越來越淡 那也可以慢慢的帶到眉毛的地方 接下來呢其實我們可以用同色系的 來當作下眼影來畫 這時候呢我們在畫的時候呢 就可以往後眼角的地方 慢慢的往前暈染 讓它整個眼睛呢 它的眼窩看起來是很深邃 上下眼影呢我們要讓它結合在一起 剩下的再往前暈染開來 如果呢你想讓眼睛看起來更深邃的感覺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加上 黑色以及咖啡色眼線都可以 所以我現在用黑色呢 讓眼睛看起來更明顯 那在畫的時候呢其實這條眼線呢 可以在睫毛上方呢 稍微畫出一點點 想要增加眼妝的深邃感呢 想要增加眼妝的深邃感呢 這時候其實我們可以選擇像是463 因為呢它的咖啡比較硬呢 可以讓眼睛看起來力度會更明顯 更有立體感 要讓臉看起來更有骨銅的感覺呢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這種呢 全身都可以使用的修容餅 那因為它的顏色呢 有非常多種可以混在一起或單用 這時候呢我們先用最深的 古銅色的這個顏色把它混在一起 我們在修飾的時候呢 記得從顴骨的上方這個位置 慢慢往前到我們的 校肌的地方 暈染開來 接下來呢我們可以選擇它裡面這個 帶有金色調的顏色呢 就可以加強在它的 顴骨的上方這個地方 然後這樣子它的立體感以及光澤度 就會非常的明顯 剩下的我們可以往下 到我們下額的位置 再來呢我們可以選擇剛才用的 同樣的修容餅呢 我們來加強我們的髮技的位置 那髮技的位置呢 你記得從髮根 往上戴 輕輕的戴上去 所有的髮根 這樣子其實你的臉呢 看起來就會更有骨感的效果出來喔 最後呢唇部的地方 其實我們可以用這種 帶有點藕色或咖啡色調的唇蜜 來加強整個妝感 那畫的時候呢 記得我們這個唇蜜 只要畫薄薄的一層 將原本的唇色稍微壓掉一點點 不要這麼紅潤 這樣子呢 妝感其實呢會更完整 想要利用大地色系呢 創造不一樣的風貌呢 不妨就從這個妝容開始吧 嘞 看起來